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是6月21日 俄乌战争第483天 我们继续对俄乌战况进行报道与分析 首先发布一下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最新战报 昨天 俄军又阵亡了1010人 今天最重要的热点如下 1.扎卢日尼亚首次公开视察前线视频 称反攻正在案计划进行中 被俄宣多次谣传受重伤并身亡 大概有点不胜其烦 乌军总司令扎帅首次发布行程视频 显示6月17日亲临前线视察并进行战斗部署 他在脸书上写道 尽管占领者进行激烈抵抗 我们的士兵正在尽一切可能解放乌克兰领土 行动按计划继续行进 视频中的扎帅看起来神采奕奕 精神抖擞 根本没有任何重伤出狱的迹象 细心的网友还发现 扎帅的防弹背心上竟然还有个尤打宝宝的补丁 看来扎帅在紧张的戎马生涯中并未失活 而是充满了生命的原力 2.扎里格金公然调戏邵医谷 扎里格金不仅无视俄国防部 要求瓦格纳公兵与俄部签署正式合同的命令 而且变本加厉也给国防部发出了一份他起草的合同 并说他正在线等候俄国防部的答复 他没有公布合同内容 但据看过该合同的不具名者透露 在合同中他要求少爷谷与瓦格纳签约 听自己的指挥 对此英国国防情报在每日更新中说 扎里格金对俄国防部的语气 已变得毫不含糊的对抗 凸显了俄权力机构内部冲突的加深 同时瓦格纳国佣军与俄部签订了合同的最后期限 即7月1日 很可能是这场争斗的一个关键节点 即使扑里格金抗命稍一股下不来抬 会发生什么 当然是狗咬狗一嘴毛的大戏码了 我们等着看好戏吧 接下来再说说战场态势 一 战争研究所在6月19日的最新评估中写道 乌军正在巴默特附近和扎布罗热州推进 并向顿尼茨克州西部发起进攻 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列夫说 昨天乌军在诺沃达里夫卡 普赖特纳 马卡里夫卡 瑞夫诺皮尔和新丹尼利夫卡 洛伯蒂涅方向发起进攻 取得了部分成功 将边界进一步的前推了 二 昨天我提到赫尔松的一座鹅戴药库被炸 火烤了52名鹅特种兵 今天后续来了 被炸现场视频曝光 从网上爆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出 这个鹅弹药库十分巨大 但风暴影导弹袭击过后 这个巨大弹药库已整个被夷为平地了 这可是扎布罗热俄集团军的主要弹药库 由于很多视频都触及版权问题 大雄没法给大家贴在视频里 所以还得大家自己手动搜索相关视频画面了 三 乌军扎布罗热乘胜追击 据多方消息收复派特科哈特之后 乌军乘胜追击 正在攻打下一个定居点 泽里比安卡 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 乌军第128突击旅正从村子的西部推进 乌克兰博主称 乌军倒毁了小山上树丛中的两个俄军据点 继续深入俄防线 四 俄增援部队遭伏击 无人生还 萨布罗热前线告急 俄军担心弹尽粮绝 前线崩溃 决定增加炮火支援 乌克兰情报部门发现 俄军正在多林卡附近的某个地方 重新部署热压炮系统 TOSE 坦克和多管火箭炮系统 梅里托贝尔市市长费多罗夫报告说 大约两天前 当乌军刚刚向派特科哈特发起第一次进攻时 俄军试图从卡夫夫卡地区调集大批部队 和重型武器增援扎波罗热 但这支增援部队从未到达前线 因为半途遭到乌克兰游击队的伏击 车毁人亡 无人生还 据说 游击队可能沿途布下了大量的地雷和火药 费多罗夫还说 乌克兰游击队在梅里托布尔南部 炸毁了一条重要的铁路线 严重打击了俄军的后勤 并使其防线上的漏洞更难堵塞 由此可见 乌军正在积极调动俄军 让俄军陷入被动挨打疲于奔命 四 俄罗斯军队在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 进行进攻行动 乌总参在早间报道中说 乌克兰军方在杨伯利夫卡、托尔斯克、赫里霍夫卡、斯皮尔内附近 和顿涅茨克地区的迪布罗瓦、顿涅茨克地区的奥里霍沃、 瓦西利夫卡、阿弗迪耶夫卡、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马林卡和波比耶达、西米哈里夫卡附近 与俄罗斯军队进行了45次战斗 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采取进攻和防御的行动 没有失去一个阵地 国防军的航空兵对敌方人员集中区进行了15次打击 乌克兰军队试图在辛达里夫卡、普刘特内、马卡里夫卡、 里夫·诺皮尔和辛达尼利夫卡方向推进 再看战场外援助与制裁方面的消息 一 乌克兰国防部网站披露了一则消息 2023年在欧盟援助乌克兰的框架内 计划培训3万名乌克兰军人 二 F-16战斗机的生产商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席运营官 弗兰克·圣约翰表示 如果北约国家同意派遣F-16飞机帮助乌克兰 落马将准备协助乌克兰飞行员进行培训和维护 无论援助的是什么型号的F-16 落马都将效全马之劳 三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 萨姆提防空系统已经在乌克兰部署并运行 二 法国和意大利共同承诺 将萨姆提防空系统转让给乌克兰 并为其购买700枚的紫苑三菱拦截导弹 这种系统可以拦截 3公里至100公里范围内的飞机 和3公里至25公里范围内的弹道导弹 防空的高度可达25公里 4 彭博社报道称 联盟随时准备提出一项约500邮远的 一篮子财政援助计划以支持乌克兰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这项新方案 将有助于为乌克兰政府的当前支出和复苏事项提供资金 消息称 这项一篮子计划仍有可能做出改变 他将于周二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之前宣布 援助者将在会议上讨论乌克兰的复苏问题 乌克兰代表希望各国私营部门 也能参与进来提供复苏所需的动力 推出一篮子计划是因为欧盟委员会 希望避免为处于战争状态的乌克兰提供的复苏工具过于繁复 并将以各种的赠款、软贷款和担保的形式提供援助 该提案是欧盟长期预算修订的一部分 将涵盖2024年至2027年期间 该计划将由成员国的捐款 而不是市场上的借款提供资金 但是提供资金的条件是在该国进行 旨在改善法治和打击腐败的改革情况下进行的 乌克兰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需要进行改革 这些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在扎波罗热反攻的第一线 乌军的每一次战斗出动 对每个乌军战士来说都意味着生死 这些战士原本都是普通的乌克兰人 甚至没有摸过枪 但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上了前线 是的 当乌克兰军人为了他们的国家和亲人准备赴死的时候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 这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日子 人们下班和亲人一起吃晚饭 聊聊工作和学习上的事 洗漱然后上床 白昼逝去 繁星闪烁 而在夜空里 有人像一道亮光一样闪过 那是他们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礼物